全国停课不停学,才远距教学 都会区的家长能够及时应变 购买视讯镜头或平板电脑 让小朋友在家学习 但是偏销网路不加,也没有电脑 或是家长无法请假照顾 有些甚至是隔代教养 最后学生仍旧得回学校上课 花莲县万荣湘西林国小 在全国各级学校停课的第一天 依旧几乎是全校到小上课 花莲县教育处代理处长饶中表示 今年统计学生返校上课 其中人数最多的是万荣湘西林国小 因为有许多孩子爸妈在外地工作 为隔代教养家庭 长辈不懂操作电脑 甚至家中没有网路 只能让孩子回到学校上课 西林国小校长胡永宝表示 接过了潘部长指令后 学校半小时内开会 停课部分有规划 不过时间太过突然 原住民地区基本上爸妈都在忙于工作 有些更是隔代教养 不过因为这个太突然 我们这边的地方算是原住民地区 基本上爸爸妈妈都是忙于工作 有些是隔代教养 所以当日我们就昨天 我们就赶快做一些调查 那家长会的这个会 会长也很关心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跟家长讲 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 你们就在家里自学 那我们这边都有一些相关的设备 还有一些课程 我们都已经有一些预备 是没有问题的 那可是我们也特别跟家长讲 如果真的是有需要 那如果没有办法做一个居家的照顾 或者是家里面有缺迟 是没有办法让孩子在家 这个居家学习的这样一个状况的时候 那你可以送到学校 疫情影响全国学校停课 但爸妈还是得上班 又没有补习班 安亲班可以送 只能把小孩再送回到学校 确保学习不中断 记者林杰万荣香采访报道 给资本台 记者林杰万荣香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